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到这一刻的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两条线 两条线的情况之下呢 它可能是这一边有一条线 OK 这边有一条线 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条线 OK 然后它甚至是它的线可以是这样 OK 甚至是它的那个线可以是这样 OK 比较常见的是属于 它是它的线是属于 类似这样的 OK 当然比较特别一点的例子的话 那两条线是这样 OK 一条在这一边 然后另外一条是跟它平行的 OK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假设我的这一个线 我给它名称叫做AB 还有CD OK AB跟CD 然后这边它有AB和CD 然后这一个是AB 然后C啦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它就是AB和CD OK好 然后这一个两条线的时候呢 它就是说 我的local x is 那个 equidistant OK equidistant from line AB and line CD OK 当然这一个是 line AB c and line bc 这样 equidistant so它的这个equidistant的轨迹是在哪里呢 so我的这一个AB跟CD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在它的中间 在它的中间 OK 这个也是在它的中间 还有它的中间 OK 然后这一个是在它的中间 然后这个也是在它的中间 OK 然后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equidistant for两条线的时候 它 你就看它的关键字眼是line line OK 线它都是line 然后point的话 它是point点 它是point pointpointpoint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两条线的时候 我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我画出来的东西其实是bisector OK bisector的话 我们在form1的时候 我们也学过 我就插在a 然后上面点一点点一点 然后插在这边点一点 插在这边再点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bisector OK 然后 这一个 就是两条线的 所以 两条线的locus